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 又说 外邦呀 你们当赞美主 阿文呀 你们都当众赞他 又有以赛呀说 将来有耶稀的根 就算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 外邦人要仰望他 很久特别 王神的简选要向外邦人 就是所有非犹太人的传辅 但是他碰到的一个最大问题 就是怎样让犹太人接受一个事实 就是外邦人亦都可以好像他们一样 即使相信基督而得到救人 普罗在这里引用了四节九月经文 你以证明神的计划 一直接纳外邦人进入他的家 但是即使神已经明言他的心意 犹太人仍然始终觉得难以接受 这几只经文勾画了一幅美丽的图画 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一同重赞神 一同欢乐 和一同承认基督是他们的王 因为基督已经插毁了他们中间隔断的墙 犹太人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 因而排斥其他人 但是今次的神 在初期教会的时代 就有犹太人的信号 甘愿冒着生命的危险 将基督的福音传给所有人 基督教福音一个最显明的特色 就是任何国籍 种族和社会阶层的人 都可以藉着信从基督 而得着拯救 但是与此同时 每个接受福音的人 都有责任将福音传开 新约的书信经常称信徒系管家 基督已经将传扬福音的责任托付我们 我们批评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偏合之前 要先检视自己的心态 我们怎样对待其他人呢 我们是否只是懂得 坐在自己政治舒适的教堂里面 忘记了神的心意 是要让其他人同样听到 这个改变生命的福音 求主今天就激动我们的心 就是我们关心其他人的需要 有我们奴记的经文 就是罗马书十五章二十节 我立了自行 不在基督的名 被清过的地方传福音